衛福部開放 美國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 相關的行政命令了 今天已經到立法院的委員會 主條來審查程序了 但是呢 還是有立委提出了疑問 其中為何不能清楚的標示 豬肉產品含不含萊克多巴胺 這一題 立委賴士堡是一再的追問 最後才問出原因 原來是一旦飆出來 就會造成非關稅的貿易障礙 立委賴士堡情緒激動再次追問 為何產品不能標示含有萊克多巴胺 衛福部和經濟部答案卻不同 原來是一旦寫明 每株產品有瘦肉精 會變成非關稅貿易障礙 但這時陳時中似乎有點不悅 不過我們也不需要再公開來講 要來卸我們自己在談判的一個籌碼 而十三萬家肉品相關業者 就算增補也只有六百多人 怎麼機查標示 誰負責衛福部和農委會互推 怎麼去確認 他是百分之百台灣豬 如果是臺灣豬的這個機查 可能是在農委會 是有沒有標示不實 好 他要怎麼確認 這個部分應該是 衛福部說是農委會 農委會說是衛福部 然後你要問經濟部嗎 開放進口萊克多巴胺美豬的行政命令 已經到了逐條審查的程序 但最重要的三個部會 似乎還有意見需要整合 《華日新聞》一尾城汪錢晃 泰埔导